来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现在越来越不尊重我了 我不喜欢运动 他偏拉我去跑步 我不喜欢烟味 他也不肯为了我去戒烟 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不尊重我 跑步是我的爱好 他却总是跟我泼冷水 要求我戒烟 甚至要求我吃掉一盒的烟 他一点都不肯把我放在心上 我的生日他都能忘记 他跑马拉松的日子 却记得清清楚楚 在他心里 难道跑步比我都重要吗 他平时的时候也很过分 甚至半夜的时候 让我去给他送东西 因为一点小事就跟我大吵大闹 一点也不肯和我沟通 和他聊天的时候也爱答不理 我对他的话他也不放在心上 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还在哪里 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爆炸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是这样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 22岁来自吉林学生 来 有请小张 有请 女嘉宾小王 20岁来自吉林学生 来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是你要来的是吧 是我要来的 来干啥 我觉得他不在乎我了 那你说说吧 就是在以前吧 他每天都主动给我打电话 发微信 现在呢我给他打电话 他还对我爱答不理的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一整我就在吃饭 然后他就非得跟我说 我说等我那个吃完饭的 我吃完饭我再给他回过去 一会儿我就给他回了 你看看你 他总是那样说 他总说我再给你回过去 我再给你回过去 他说十次他也就给我回一次吧 而且他吃饭的时候 他就一边嚼一边和我说 我根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 那咱俩又不是啥急的关系 你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 我就吃完 我再给你打过去 就能咋样呢 那你就先跟我说呗 然后你再吃 那你为啥就非得点这时候说呢 你等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那我现在就想和你说话 等一会儿我心情就没有了 不是 你是通常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都是吃饭的饭点吗 姑娘 我们学校吧 比他们吃饭时间早 哦 然后等我吃完了 我也没有啥事了 然后我就想给他打个电话 等完电话我就去上自习去了 每次你吃饭的给你打电话 也不是每次 反正就是挺多时候的 然后还有一种 我就是在跑步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 那我每天都有那个时间跑步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边跑一边说 他还想我说的不清楚 他根本就不说 跑步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一大堆 说了好几分钟 他说嗯嗯嗯 是是是就完事了 不是 你为什么找他跑步的时候 打电话给他呢 那我就是那个时候想和他说呀 他就停一下不也可以吗 哦 所以还是怪你知道吗 人家想跟你说话 你停下来别跑了 那我们每天就是有规定的训练时间 然后我不能因为我自己 就是当务大家呀 哦 你是学校求队的还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跑团啊 然后就是每天大家都在规定时间训练 然后每天任务量都不同 哦 可能因为我自己就是当务大家呀 那你倒对我态度好点啊 你就好好说呗 你说我一会再打给你 然后你就打给我得了呗 不对就跟那儿嗯嗯嗯是是是 那我能不生气吗 他哪敢挂电话呀 就是的那我不害怕你吗 我害怕你 我一挂电话之后那你不更生气了吗 那我也不能吃了你 你有啥害怕我的啊 反正我就是害怕你呗 我就害怕惹你生气呗 啊 他怕你生气 他怕惹我生气 他就总惹我生气 比如说呢 我过生日我以为我会收到鲜花啦巧克力了 结果送了我一双跑鞋 多好啊 让我也出去跑步 天天给我盯着我 我根本不想跑步 我就是喜欢看看电视剧 我喜欢在家里头待着 他肥肥要给我整双鞋让我出去跑去 那是他爱好也不是我爱好 为啥强加给我呀 那我不行 那看你一天在宿舍也太闲了吗 我没闲呢 二十多岁 你过八十多岁生活 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那我啥时候过八十多岁生活了 我就是玩回手机 看个电影 不是 那我就想让你一起跑跑步 那不挺健康的吗 多好的事啊 跑步是你喜欢的 也不是我喜欢的 你老强加给我 我能开心吗 不是 你还说强加 那你老带我去唱歌呢 那我都不会唱歌 你非得让我带我去唱歌 那老些人我多丢脸呢 我要不要面子呀 那些人都是咱俩共同的朋友 你全都认识 那大家笑一笑 也没恶意 那不丢脸吗 没啥丢脸的 不是 那你让我整一首简单那也行 那你整的是啥个人 那上来去唱 那死了多要爱 那是能唱现在吗 那平时你也没跟我唱过歌啊 我也不知道你的水平 我就试试你水深水浅 再说大家就笑你一下 别人也有跑调的 大家也笑他了 也没光笑你啊 所以你是不是心里会觉得 他有点故意为难你 是吧 不会唱 非让你唱 是不是 就是的啊 那你唱完了 别人嘲笑我 那我心情肯定不好啊 那我就行 我就抽着烟吧 嗯 就缓解一下子 那我上外边抽的还是 那我一回来 闻着我烟味了 那要我把那盒烟都吃他 就跟我俩就积压了 当时就 什么意思 我是让他吃了 我只是这么一 吃什么 吃那包烟 真吃啊 他最后没咽下去 我让他吐出来了 他就嚼了两下 我没让他吃 嚼了 嗯 那就积压了 那没有办法 不是你不 真嚼了 那咋没嚼呢 也是有原因的 啥原因啊 他之前都说过了 他再也不抽烟了 那男子和大丈夫一言就定 他说了再也不抽烟 那他又抽了一个 那我就小小的惩罚一下 这还是小小的惩罚 我没让他抽 那接烟 那他也不是那啥 那玩意是有眼睛 那不可能一下就掐死 一下就不抽了 慢慢来嘛 再说我们的心情不好嘛 那你做不到 你就别答应啊 那我不答应 我敢不答应你吗 我不答应你 你不得跟我俩积眼吗 你做过什么事 你不答应他 他给你积眼啊 就是我就是那啥 他不感冒了吗 我行我给他买点药吃吧 那不关系 挺正常点事吗 那非得让我先吃 我先让你吃药 不是看看那个药苦不苦吗 要是太苦的话 我就不想吃了 我平时感冒一粒药都不吃 我挺一挺就过起来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说那药那么苦 你还非得让我吃 我先看看你表情 啥样呗 你还专门有个试药的 阿姨他就吃那个一片 他这么大的人 他也没有事 我健健康康 为啥要吃药啊 你真吃啊 那也不是要好的 那你不说了吗 不吃就寄啊 那非得让你先尝尝 他这么大的人 就当给他预防感冒了 我事后我也挺后悔的 你还挺能作的哈 我再就没做过第二次 就一样的事了 没做过一样的事 那肯定是不一样呗 我就感觉 他就是现在觉得我太作了 他就不理我了 那咱们你觉得我有问题 你就和我沟通呗 他不得 他就憋在心里 他也不说 我咋跟你沟通啊 我一天我三句话不对 就开始炸了 那你就一天就跟定时炸弹的 我一天说不好了 一天我都跟那啥是 都跟猜闷似的跟你俩 我又咋像定时炸弹了 我平时对你不也挺好的吗 你对我好 你都不信任我 那之前就因为咋俩聊天 我就给你发个表情包 然后那就不行了 为啥 就因为我俩聊天的时候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 那表情包 就是一般上 我的表情包都是他给我发的 然后那个 就是那表情包不是他给我发的 我就给他发过去了 他就说 我就跟别的女生聊天了 就不办了 那你自己想想 那么可爱的表情包 那你还得说是 哪一声给你发的呢 那指定就是女生会给你发的呗 我就这么的小小猜一下 他还不乐意了 你那是猜一下的吗 你跟我炒多二十年呢 那我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我把所有聊天记录全翻了一个遍 那后来不给群里边找着了吗 那不男生发的吗 而且那也不是针对我 就大家一起唠嗑的时候发的 那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我就这一小次 哎 你就揪住不放了 就在这一直说说说说说 对 你都知道这是啥小事 然后你还老劲老劲老劲得给我磨叽 然后给我生气 那我怀疑你没有原因吗 那你自己想想 有一次他训练完之后 他们在一起一起休息 然后呢我就给他发视频了 那天我室友给我新画了一个眉毛 我问他 我说我这眉毛好看吗 旁边一个女生说那我眉毛好看吗 我能不生气吗 这是啥关系啊 那就是每天在一起训练队友 那队友他为啥我说话这时候 他那么问呢 他就性质比较开朗呗 那没啥事就在一起唠唠嗑啥啥的 而且也不是总唠啊 就偶尔接那么一句话咋的了 那他接那句话 我听着也太不舒服了 哎呀 现在姑娘都这么能作了 你还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啊 这个可以了吧 没有在顶级的作了吧 这就算到顶了吧兄弟 这我就都有点受不了了 太顶级呢 你受不了了是吗 所以现在你的意思是想跑是吗 在一起也正常时间了 我就是希望他能改一点 也这么做了 我也没背叛他啥子呀 不至于这样 对 你为什么这么弄他呀 那你说两个人在一起 那我就一点小小的惩罚 他现在都受不了了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他也没说别的呀 现在就不理我了 不理你了 现在 对 你看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一直说是是是 那就不是理我的态度 就是你觉得他现在态度不好 对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 让他态度好还是要分手 我想让他对我态度好 你知道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吗 他又可能就觉得我有点过分 对 他可能要跟你分手怎么办 我觉得不能吧 怕不怕 怕 哎呦 你看你说都要哭呀 那你这么跟他做干嘛呀 这怎么了 完了 我也看不懂这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来吧 我就开了个玩笑 姑娘 你别哭啊 我开玩笑的啊 来来来 周老师你看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当然能理解 好 你快快给姐姐 对 谁不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 谁不是这么作过来的是吧 但是我在想 你既然那么担心他 跟他一块跑步的女孩 因为这个美貌的事 你干嘛不一块跑步呢 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城市 哦 还是离得太远了是吗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信任上面 你会打一个问号 我在想 其实虽然不在一个城市 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交通工具也发达 我们这个通讯工具也很发达 尽管不在一起 其实是可以实时联络的 互相知道对方的信息的 为什么还担心呢 还是因为可能自己的内心 没有那么充实和坚定吧 如果每一天你的生活特别忙碌 你的学习特别紧张 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 在他吃饭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随时引爆这个炸弹了 让他烦 让你心里也不痛快 我觉得男生其实他过得 应该挺充实的 他有自己的社团 然后有自己的爱好 有一些很随意的 可以开玩笑的 但其实不像你想象的 那样的朋友 这样的生活应该是 大学生应有的一种生活 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 但是因为你们不在一个地方 因为你不能实时见到他 所以心里会有一些恐慌 或安全感 我能够理解 但是我在想改变的 不是说你要求他 他就可以改变这个态度 所有的感情经过一段时间 无论你们当初多么炙热 他都会慢慢降温 慢慢冷却下来 而接下来怎么样 让这份感情持续 实际上是两个人 共同地努力了 需要你们俩 有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生活 甚至我觉得 要让自己越来越好 才能够吸引到对方 永远把目光追随着你 所有的感情 你一定要相信 无论他当初多么在意你 把你捧在手心里 终有一天 温度会慢慢淡下来 会冷却下来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发着光 发着亮 他才能够一直看着你 好吗 好 好 谢谢周庆老师 来 我其实我不太想说 你要尊重他的爱好 我也不想说 你在爱情当中这么的作 用一些惩罚性的方式 去试探说 你们的爱情是否牢固 我想说的是 能不能在爱情当中 每个人都会冷却下来 我愿意 请不吝点赞 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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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爱一个人 通过这个人 对你的所有的互动和行为 你逐渐地了解到了自己的不足 你从男生身上 看到的是自己的任性 男生从你身上 看到的是自己的妥协 和没有原子 所以日子一天天过去 逐渐地通过爱情来成长 有些人通过一段爱情 一个爱人逐渐反省自己 有些人这辈子谈过 无数段爱情始终没有成长 但成长的那些人 到最后都只明白 在爱情生活当中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管不了别人 我们只能管好自己 自己优不优秀是自己的事情 别人爱不爱自己 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无法去左右别人 唯有做好自己 如果做好了自己 管控了自己的情绪 管控了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 那种人生态度 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 跟你合适的人 向你走来 明白吗 明白 但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另外一种人 谈了无数次恋爱 爱过无数次人 到了四五十岁 依然像你这么任性的人 那一定是孤独终身 因为你给别人带来是永远的压力 男人会忍你 但总有一天会忍无可忍 明白吗 自我成长 就对 好 谢谢老师 人大概有一个最本性的东西 趋利嘛 对吧 我怕你生气 所以我会退让我的原则 是这意思吗 但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要为什么而放弃自己的底线 这是最可怕的 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老这样 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虽然年轻 但是就是这样 学会守守自己的底线 女生 没有一个人 可以一辈子被人交出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认识自我很重要 没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倒觉得 想谈就好好谈 不想谈今天说分手 也挺好 一起进入中堂真情60秒 就是咱们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 我挺喜欢你的 我也挺爱你 就是我希望你能好一点 别这么做了 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要不然不能这么长时间一叠 咱们还在一起 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情话吧 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 希望你能稍微 你别哭了 我希望你能稍微 稍微控制一下你自己 对我也别要求那么高吧 我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但我会尽力去满足你 我会尽力去对你好 谢谢老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 这对嘉宾朋友 我会尽力去满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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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图有请 来 谢谢 好 珍惜时光 好好恋爱 祝你们快乐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